好了各位 之前這個東西算是蠻遺憾的東西 但是沒想到他們壓箱壓了這麼久 壓到底才出好不好 畢竟這三位角色我覺得人氣都算OK啦 這位的話尤其是破表 當年可是快要碾壓整部劇的熱度啦 來 我們今天要來講我們阿可麗拉的一個部分啦 因為當年的話他是有推出自己的腰帶嘛 但是呢 他那個腰帶裡面音效的部分 前期的金本沒收 算有出另一個量產小幣的印章 但是收的完全不足 因此呢 中間有一段比較尷尬的期 就是他在敵方的時候的音效確實是沒有大幅收入 但是這一次的話就完整補給你好不好 果然是人氣爆高的角色 這個東西不服真的是完全說不過去好嗎 而且好像算是我們第一次開箱敵方的一個印章欸 嗯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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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話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阿可麗拉專用的一個印章好不好 女王風的印章啊 Queen Bee 不會是敵方版本啊 因為有我們之前好像沒講過敵方版本 我們這邊跟大家詳細的說明一下敵方版本的一個特色 前面這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他本身的一個動物形象的部分 動物形象的部分就要採用一個橘色的 就是比較符合他本身的一個色澤 他變色也差不多這個顏色 敵方這邊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有他也沒有被改造過嘛 所以他是圓形的 圓形的話基本上裡面就沒有騎士的一個圖案 因為他並不是拿來進行一個騎士腰帶的變成 所以他就是完全基底的部分 而且圖像上的話也是採用比較深層次的一個顏色 讓你比較沒有那麼透光 看起來比較邪惡且神秘的感覺 因為畢竟這些東西是比較偏有點遠古時期的 比較邪惡化的一個道具 這樣區分圓形跟後來改裝型這樣 大家應該都知道 看有沒有騎士的圖像 基底的顏色有沒有比較透明一點 比較透明一點通常都是後續改造型的一個版本 最後一部分就像是採用白色 底部的部分的話 對就是我們女王風的一個部分 跟我們之前的那個是非常相似的 畢竟是前後改造而來 所以我們的Ortica拿自己的印章去改造也是蠻合理的 超帥 敵方的音效按壓起來就是沒有像正方那麼清脆 而是 那種比較混沌 然後比較機械感的一個風格 當然啦 跟往常一樣 這話是我們比較前期的Ageria 偏像小公主時候的一個感覺 真的我們今晚可以稍微幫大家複習 我個人覺得蠻經典的一個劇情好不好 這個時期的Ageria還比較便宜 想讓我們的Gif様給復活 因為他那時候還是比較清定自己是天選之人 一定要讓Gif様復活 其實他當初講這句話台詞 會讓我想到就是當初的Arc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我不能說真的是很香啊 這個銀杖 這幾段話就是前面有過多開心 後面就有多落魄 一開始我們的Sakura獎名就沒那麼厲害 甚至我們的Ageria是隨便一捏就可以把他捏死了 但是到後期的時候呢 我們的小鷹變巨鷹之後呢 變得非常的厲害 導致他今天開始打不贏 有點家道中落的感覺 然後最後他放棄我們Deadmas的一個身份 Gif様的相關劇情 跟後期跟小鷹的對論劇情 就算是把中間過度的該售的東西 全部都補足給你啦 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就是你可以接到 我們變成CAMELA的Arcadilla那邊了 我們全部複習完之後呢 今天終於可以玩第三個模式啦 Ruscious Deadman 哇!他這個冷凍模式 竟然想像這個 Ruscious Deadman 希望這是屬於他們的一個口號 而且重點是呢 我們昨天這兩位也有 Ruscious Deadman 有沒有他的Ruscious Deadman 是屬於比較興奮一點的 Ruscious Deadman 有沒有我們的綠藝幹部話 屬於比較冷靜一點 他們三個的話 都可以一起喊我們的Ruscious Deadman 喔!不錯不錯不錯 這也算是一個連動的一個信號 他們這次的這個連動模式 比較特別一點是 希望你們進入第三個階段時 只需要按應對的一個順序就 以前我們玩這個東西 都需要一句一句才找到超累 像當初開張ZeroOne的 完結版上照拍的多痛苦啊 這邊的話完全不要忘了 官方已經跟你表明了 什麼時候按什麼 什麼時候按什麼 只要照著按 都會玩出完整的劇情 超級方便好不好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連動台詞 一開始的話是跟我們的紫衣幹部連動 再次跟我們的綠藝幹部連動好不好 啊我這句話也是提醒 我個人覺得蠻有趣的一些劇情 這個連動就比較偏前後期都有 畢竟他們現在拿到的印章 都是後期的印章 跟他講一下 他上面這些台詞的這個表 白色框都是Agira 其他顏色框就是另外對應的印章 有沒有這個時候的話 基本上就是 他也了解到他本身的心結解開了 但是我們的紫衣幹部還是需要 繼續扶持我們的Agira 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有點 主仆關係先糾葛這樣子 阿姿引發 可惜了 有沒有 這個話基本上就是 兩個人已經回歸到正方 然後呢 互相合作的狀態 而且台詞的部分上面 也有把名稱做的改變 我覺得這個點還蠻細心的 再來就是 跟我們的綠藝幹部的連動 基本上這句話就比較偏有一點壞 這時候開始他已經有點 就是半脅迫他 綠藝幹部他自始終都是想要 實行自己的計劃 所以他自始終從來沒有把他當女王 而是一個花瓶這樣子 這段超好笑 這段話是出自於這一次的 一個番外片的劇情 我們的Agira已經打進他們內部了 我們的花已經快要把他的手捏碎了 他就 改跑改跑改跑這樣子 畢竟他也剛出 他不想被抓回去 前面的話比較偏有點黑暗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到的番外片之後 整體就變比較歡樂了 好啦 這一次是Levice的最後一篇 反正我覺得他們應該有些放棄治療 其實整體就是走個大 大歡樂劇情這樣子 誰都活下來 誰都留下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總管講 禮拜十那位就真是完全跑掉了 好各位 我們剛才那個全模完之後 確實蠻精彩的 但是還有一個更精彩的部分 很幸 我沒有保護我 來各位 這樣子我們就變得完畢了 因為畢竟本能過年 這一代設計就是說 你只要按壓這邊 他跑出這個提示音之後 就可以進行變身 之後就是看個人按的位置 我們鄉鄉的Agriela 當然是按壓這邊 不得不說 這個收錄的真是超級完成 而且終於是好長喔 我都覺得劇中好像沒有那麼長 然後最後他那個 這樣整個劃下來 然後完成了變身完畢啊 所以總管講 我個人覺得 對於一個反派來講 他的待遇是非常非常自豪 很優秀啊 來各位 再次我個人蠻期待 就是與我們的 Levice要在聯動啊 畢竟 我還真的沒有試過 我們的Datomons 這種圓形的印章 大家撤起來 大家當怎樣 然後這個專手音調喔 蠻屌蠻屌的 跟主角使用正規印章的風格 完全不一樣耶 這個話真的屬於那種 比較黑暗系 聽起來整體就是跟 我們一般聽到 比較反面的那種感覺 哇 很屌很屌很屌 我覺得Datomons 雖然他們沒有出很多 但是 玩起來真的是蠻驚訝 哇 好可惜喔 Levice要在 就是缺乏同用性 不然他們這些印章 其實設計的 都好幾套 都沒有用到 有點小小可惜 我自己覺得 必殺帶線完全不一樣 整體的 雖然也是比較輕短一點 但是它的帶勁很近 而且在放必殺技實 無論是它的語音 還有它後面 多加一那種特效印 就好像都是有做一些微調 做出Datomons的風格 這部話就比較普通一點 這部話就能是改音樂的基底 然後呢 其餘部分就是跟正規其實差不多 但有時候它的變身印 真的是太太太驚訝 還蠻屌的 因為Datomons 玩起來是這樣的感覺 好 各位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Ageria跟我們HANA 她的所有劇情 好不好 就像就是巴掌 做一個非常完整的統合 搭配我們之前的那些 小編印章 然後來搭配一些 再搭配後續的 還沒的Ageria 基本上我只能講 這位角色 她收的東西 真是太完整 好不好 官方也看得出來 但是誰最有最有人氣 不看假面喜致 或是只看寫真人 只是她的粉絲人 我覺得都有可能 會買她的東西 畢竟有說她完整的胎質 整理也是非常棒是不錯 而且 所以也不難看得出來 真的是發財好不好 但是我個人還是受得很滿意 畢竟這個東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經典 後續她要拿這個印章 去改造成Ageria形態史 專用的印章 這整合我覺得CP值蠻高的 如果加上你會喜歡這三位的話 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KAMELA的禮拜十 如果喜歡的情報 在這邊會喜歡 BYE